成儿导演展现中国电影复苏与文化价值的提升 对王一博的成长充满期待金鸡奖的争议有所降温 但复苏态势不可否认近期金鸡奖落下帷幕 争议生此起彼伏整个事件热闹非凡 然而尽管争议有所降温 我们不可否认中国电影正在经历一次复苏 文化价值和艺术审美在逐渐提升 成儿导演以无名斩获三项金鸡奖 展现文人个性和深度在本届金鸡奖中 无名成为热门话题拿下了三项大奖 因此成儿导演成为了备受瞩目的人物 在后台采访中 成儿导演展现出了独特的文人个性和深度思考 成儿导演在采访中展现态度 挑战关于平行时空的问题在蓝鱼主持的采访中 成儿导演对于关于平行时空的问题表达了疑惑 这种敢于挑战观众思维定式的态度 展现了成儿导演对电影表达的深入思考 成儿导演将棘手问题交给资方副总解释 显示自己的魄力 成儿导演并没有直接回答平行时空问题 而是将其交给了资方副总解释 这种行为不仅展示了成儿导演的魄力和个性 更让观众对他的银弹分清有了更深的印象 成儿导演的回应方式展现了他的文化人脾气和底气 成儿导演对于吐槽的回应充满了滋味与情绪 让观众看到了他的脾气和底气 这次回应既展现了文人的智慧和思辨能力 也展示了他的真诚和独特的腔调 成儿导演对王一博的辅佐 让他在演艺道路上得到提升 成儿导演在与王一博的合作中 大大提高了他的演技和艺术鉴赏力 从电影无名到金鸡奖的获奖历程 王一博受益良多未来可期 王一博的合作伙伴成儿导演 给予了他艺术上的成长和机遇 成儿导演的才华 让王一博在演艺道路上卖出了一个质的飞跃 他与成儿导演的合作 为他带来了艺术成长和未来的机遇 文人个性的表达方式 展示了真诚和独特的腔调 成儿导演在回应问题时 展现了自己真诚和独特的腔调 这种文人个性的表达方式 让人印象深刻 并吸引了观众的关注 对王一博未来的期望 他的演艺之路仍为镜头 作为王一博的合作伙伴 成儿导演为他的未来充满了期望 王一博作为年轻演员 展现出了今年的进步和潜力 他的演艺之路还有许多精彩等待着他的到来 总结全文 成儿导演展现了中国电影复苏 与文化价值的提升 他以无名斩获三项金鸡奖 在采访中展示了文人个性和深度思考 挑战了平行时空的问题 并将其交给资方副总解释 显示了自己的魄力 他的回应方式展现了文化人脾气和底气 对王一博的辅佐 让他在演艺道路上得到提升